上礼拜忍者去一家商场 准备用现金买几个挂钩 钉在家里放大衣用 当店员见我从皮夹子里 掏出来几张粉红色钞票的时候 流露出近似于恐慌的表情 好在他的同事集中生智 从屋里拿出一台灰尘仆仆的验钞机 收音员抚摸着一百块钱的纸币 自言自语说 不知道以后国家还会不会赢这种东西了 回家路上 回家路上忍者在想 问题不应该是国家还会不会赢这种东西 而是是谁要杀死现金 嫌疑犯还蛮多的 对大商户来说 现金不仅是管理成本 也给他们的销售带来了上限 你没贷够钱难道就不买了吗 对银行来说 要点钞运钞 维护提款机 现金越少 成本也就越低 对信用卡公司来说 现金让人在消费的时候过于谨慎 不向信用卡公司借钱 他们就没有利润 对提供电子支付的公司来说 每一笔电子消费都是宝贵的数据 可以帮助他们向你推销更多的商品 对中央银行来说 现金限制了货币政策的选项 尤其是当经济危机来到 提高通货膨胀需要使用负利率的时候 对于家里的现金这些是无效的 对税务部门来说 现金几乎等于逃税 而对公安部门来说 你存现金花现金 无异于再玩躲猫猫 是建立未来社会信用体系的一大漏洞 最后对消费者来说 电商快递扫码支付 花就花呗 确实方便 但是这笔交易是否划算 也是一小部分人开始追问的问题 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 电子支付技术很成熟 但是现金交易占 售银台交易量的80% 当我向德国朋友展示 在中国扫码支付有多方便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是不以为然的 对德国人来说 便利不是问题所在 德国人对现金的偏爱 是一种不合作的行为 也是在用行动表达 自己对个人隐私 科技公司和政府的角色方面 有深刻担忧 另外一个热爱现金的国家是日本 或许是德国与日本 在20世纪惨痛的政治经验 让他们对能威胁到自由的东西 格外敏感 和法律 社保 治安一样 钞票是一个国家给公民 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之一 我们长时间认为 这种服务是支付的便利 或许要等现金消失以后 我们才会发现 这种公共服务的另外一面是自由 最后如果你愿意试试下个月只花现金 忍者保证地主家一定会出现余粮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